本节目开播四年半,头一次上线日偶遇情人节 这大喜的日子,不虐伯狗对得起谁呢? 上周春节刚过,李璧模就和女友徐修妍举行大婚 从节目恋爱的滋味一路奔现的两人 堪称相亲教友节目粉的终极梦想 继去年的金国阵江修志后 再次证明,对艺人来说,谈一场偶像剧版的恋爱 比演艺出恋爱偶像剧更难得 小猪年开年见喜 来排一把今年正在热恋中的20对艺人 哪队好事将近,哪些存在危机 本期播出后的10个月内,如有奶众特别正常 去年官宣恋爱的CP着实不少 也是CPT队里最容易产生危机的一组 因我独结缘的全宣貌韩慧珍 去年可谓在全韩人民美好视线的关注下 被动的高调恋爱 年末还传出分手的小道 虽被各自公司否认 但业内仍有各种消息流传 侵犯入伍前宣布与无连续相恋 然而兵役对包括艺人在内的全韩男性而言 都是分手高危期 服正常艺的话基本与时隔绝 苏妮入伍的女友不能引以退伍 不便的只有部队储物柜门上的女团海报 确实是很多韩国男性的服役写照 金显佑表依珍像是于红囊力 仅次于NBC的GPS2周末剧档 月桂树西团圈的绅士们 长达8个月的拍摄区 为搭档到情侣的爪惯预留了充足的时间 因戏生情一笔各半 既有最终走路礼堂的 也有下一部戏就分手快乐的 毕竟戏假情真是可以无限NG的桥段 李光珠李善斌这对 从相恋到仁爱不过几个月 正是热恋的好时段 前三队去年至今都很稳定 2018GPS演技大赏 喜获最佳男性的朴盛勋 当着全韩电视观众的面 含蓄而坦率地感谢了女友刘贤庆 敏振雄在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 扮演了徐秘书 巨烂绝不烂收获了不少好评 女友卢秀珊娜 去年也参演了《剪法男女一起吃饭3》两部剧 工作张翅有度 日常不算繁忙 两人的感情也十分稳固 年前还晒出与圈内好友的饭举照 甚是亲密 吴秀珊娜的前一段感情 是和演员李希俊三年之恋 后一男方劈腿作结 而柳军烈和惠丽这对 去年事业各自精彩 真繁忙的日常中 依然维持着恋人关系 可见借口 or 理由 仅取决于主观能动性 新加入两年次的崔泰俊朴行会CP 壮死好友变情侣 其实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童星出身 都曾就读于中央大表演系 出道后虽无作品合作 但慢慢成为好友 之后发展为恋人 是已见过父母的关系 热爱这件事 对童星出身的艺人来说 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尤其是人气口碑 毫无瑕疵的朴行会 祝福生中也有隐隐的压力 今年将是这段恋情的关键期 三年次这五对感情超甜 马东西的意思 只关注了小17岁的女友的账号 生活中的马可爱羞涩而专情 Seven和李多海这对 同岁情侣兼资深艺人 对秀恩爱的尺度拿捏得当 女方接受电视采访时 简单而不是甜蜜的通报 两人交往的很好 男方就在电台节目里大方坦诚 因为公开了恋爱 能够自由自在的约会 感觉非常好 李东辉正好言就低调很多 两人在SS上默契互动 同游日本互相接拍 时尚达人VS职业模特 随手一拍挤海报 说的就是这对了 春节期间 李东辉采演的电影 极限职业 关影人刺破千万 成为航关仪史上 票房第一的喜剧电影 可谓爱情事业皆得意 男公民陈亚莹这对 相差11岁的情侣 比李东辉正好言更为低调 两人很少公开秀恩爱 但网友还是从钢铁直男男公民 自破的生存认证照里 发现陈亚莹长进的蛛丝马迹 虽然秀不秀是个人自由 但这对秀是真的秀 三年次里最后一对老将 酷史和VVM 情况就有点复杂 rapper和模特 女方又是全于力的表妹 自公开恋情后就备受关注 两人也是大方秀甜蜜的style 直到酷史爆出涉毒丑闻 曾经的耕博狂人VVM从此停更 不知两人感情是否仍在维持 三年次新增的情侣 金小中金炫哑 可谓所有组别中最为高教的恋人 这人当当官宣 轰轰烈烈 来了一场爱与阴谋的大戏 双双背开又转投赛开的新公司 无所顾忌的向全世界展示 两人爱的痴缠 这一对完全无需 刻影吸睛 本体即是风暴本身 同为爱豆CP的 Fieldoq和银宝拉 则偏传统 在演heat the stack 相识相恋的两人 很少公开互动 无论如何 爱豆之间相恋容易 持续难 且爱且珍惜 由去年同体策化可知 变动最大的就是三年次CP 去年三年次的宋承线 留意贼分手 经过阵将修制 则喜见连礼 相处到第四年的韩国明星情侣 基本就只得三个字 陪伴 习惯 甜蛋 深迷儿的陪伴是共度难关 无力不弃 无论金宇宾在台前还是病房 Stephanie的陪伴 是独自庆祝恋爱四周年 尽管身在部队的Benzino 不能参与全程 Stephanie依然充满爱意的表白 距离我们见面 还剩下195天了 我爱你 Benzino将于本月退伍 两位这一堂 也实在是太后了 去年这组里 曹正世和Gami 已然修成正果 引起向 李哈尼 却依然在充实的工作中 互相扶持 引起向 去年拍摄了三部电影 完成了GOD出道19年的 合体相关活动 今年是组合出道20周年 势必也将有一大波宣传通告 李哈尼去年与美国最大的经济公司 WME签约 作为主咖 出演了两档综艺和一部电影 也是刚刚创下 《票房奇迹》的 《极限职业》里 唯一的女主 主演的SBS新剧 也将于本月首播 去年底 李哈尼在个人Eats 上传了为引起向 准备的琴绳蛋糕 到了这一等段位的艺人 爱情事业皆从容 经济及精神独立的同时 又赋予彼此力量 或许是爱情里 另一种最美好的样子 李吉宇和李清娥 分别主演过改编自 《可爱陶》原著的电影 《那小子真帅》 和《狼的诱惑》 却直到2011年 才在花美男拉面馆中 有了第一次合作 之后发现两人 都在韩国明星滑雪队A11 相同的爱好 使他们越走越近 最终发展为恋人 今年即将迈入第六年 好事将近也未可知 这对从传出恋爱说 至今已有七年之久 眼看着郑少女 愈发肆无忌惮 不及时公开示爱 本乎只有那三个字 啥时节 收看完整视频 请登陆搜狐视频